秋名山之戰 藤原托海戰勝了須藤經一高橋樑界 成為了新一代的秋名山車身 不知不覺間經過了我二十年有一天 阿夢在街上遇到的曾經的老友 誒 托虎佬 馬上去托虎 是不是這樣 環保就是這樣 環保就是這樣嗎 沒有袋子嘛 還不環保 托海? 托海? 我不是 是冬妮 屌你 托海 你幹什麼? 為何你會去買豆腐 嗯 別提了 想多年 見店舖兩千元一尺 就賣了一間店 怎知之後 賣到兩萬元一尺 想買都買不回來 少年你太衝動了 當年我賣都五千元一尺 嗯 對了 當時聽你說 想加入高橋樑界的車隊 高橋呢 嗯 他說 開車 找不到女兒 就解散了車隊 還跑去學攝影 咦 對了 還有沒有見到那條女兒 三萬元 過夜 這女兒是雞 你不用這麼大聲 我知道你有幫助 我先說些話 為何你會弄成這樣 你沒有86呢 你不是放棄了嗎 誰有86沒有做的 就在那裡 無論生活這麼艱難也好 我都沒有想過 放棄了86 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有兄弟 有兄弟 我先說這些 我先說這些 薛藤先生 看完了 嗯 薛藤定一 哇 肥的假男人 自從當年輸完給他兩個之後 我會變成這樣 對不起 特副佬 這輛車又回家 車又回家 車又回家 這輛車 賣了給其他人殺 那你不是沒有放棄霸落的 是呀 所以我賣了自己給其他人殺 做完司機 將車又出人殺 這樣說了 開工 小心掉下 小心掉下 台 阿寶